但我同樣請立將軍一起講 好不好 都是戰場上的新發展 立將軍剛剛講 這個烏克蘭是殺紅眼 一路殺到了俄羅斯境內 那俄羅斯又公布訊息 這個恐怖分子還炸毀了什麼 烏克蘭 這個一個輸電塔 在附近核電站 兩座核電站 30多個輸電塔 認為這個烏克蘭現在 打瘋了 打俄羅斯的核電站 他沒有打瘋 他純粹就是 我覺得就是烏克蘭 跟西方媒體 在輿論上面 轉移巴赫姆特被 被占領的一個訊息 因為你要往後面看 往高層去看的話 就是北約這些國家 希望繼續提供烏克蘭軍援 讓他繼續能夠對抗下去 然後希望這些國家 能夠繼續支持 但真的會打到這個莫斯科 打到這個 打到這個 俄羅斯境內嗎 他那個 比爾戈羅多州 已經是莫斯科的 境內的一個州了 對 俄羅斯境內 對 他都已經反攻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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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目的其實 其實打不進去了 所以這會變成一個常態嗎 沒有 沒有 不會 我覺得這只是說 就純粹這些不管是 陸上 海上這些動作 軍上這些動作 一個幾個恐怖分子 你想他能夠影響戰局嗎 影響不了嗎 但真的影響戰局是 巴赫姆特這個地方 那他講 我覺得這個東西 大家要知道 當初巴赫姆特 大概剛開始打的時候 其實很多包括西方 包括我個人的看法 包括烏克蘭的扎總司令 他跟那個誰都不合嘛 跟那個哲倫斯基都不合嘛 為了巴赫姆特 就我們軍人的立場 認為說巴赫姆特 應該把軍隊撤出來 不要再打了 保有有身戰力 其實軍人打仗 我跟你講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不是去攻城掠地 而是怎麼樣 殲滅敵人有身力量 你把敵人有身力量殲滅了 以後來講你所向無敵 因為沒有人可以跟你打仗 但是如果說 你有身力量被殲滅來講 以後你再有高超的戰術 再有高超的戰略構想 你永遠沒有無兵可用 所以那個時候 紮總司令 就烏克蘭的紮總司令 我個人也是這種看法 因為他應該趕快把 趁著有機會 趕快把兵撤出來 但是現在是什麼樣 就是這個 澤倫斯基他一直認為說 我如果說巴赫姆特 失守的話 對西方來講 輿論界的影響很大 可能會影響西方 美國 北約國家 對我繼續提供軍援 那我必須要在這邊 能夠繼續堅守下去 所以他不但沒有把兵撤出來 其實我們那時候看 三妹已經包圍住了 他現在兩條公路運捕 他已經運捕很困難 他堅持下去 不太堅持下去 他把精銳部隊繼續投進去 他就是要守住這個地方 然後來後續跟美國 跟西方國家要軍援 要支援 所以您看 這些局部的動作 看起來就是一個嗨的嗨片 對不對 這邊贏了 這邊贏了 但是對於整體戰局來講 都起不了作用 對 那我要講 現在俄羅斯來講的話 他攻下巴阿姆特以後 等於說把烏克蘭的有生戰力 殲滅了很多 可是他大概也不會採取攻勢 因為後續來講F-16的到達 對不對 西日戰就是到達 那作戰其實有很多種作戰 你不是他之後 俄羅斯可能採取的就是一種 守勢作戰 所以真的會所謂的打十幾年下去 有可能 因為他就採守勢 我就不繼續攻了 我已經達到我戰略上的一個目標 所以接下來所有的速度 都會慢慢的放緩 然後就是僵持在那裡 也不是說放緩 作戰有很多種方式 有守勢作戰 有攻勢作戰 有持久作戰 對不對 有速戰速決 那整個是一個軍事大戰略 那大戰略下面你才是戰術 你一樣是守勢作戰 你還是有攻擊的動作 你還是有防御的動作 就算你防御 就算你攻擊 攻勢作戰 你也一樣有些地方要採取防御 所以當然 我想我不知道 如果烏克蘭的民眾 聽到這個訊息 大概想 本來還有人想說 我是不是什麼時候可以回家 現在看起來真是遙遙無奇 因為他現在 我覺得現在講這句 你看普利格金講這句話 我覺得他也是在放風聲 最後一題 我讓漢庭來談一下 大家知道八國聯軍 中國近代史上 持入的一夜 無數的珍寶 當時我們看到這個 搔殺魯略拿走了很多很多 像大英博物館很多對不對 那不完全統計 大概有一千七百萬件流落在海外 那德國有七家博物館 已經跟北京的故宮展開了合作 要來一一進行確認 如果是被這個步伐掠奪走私到德國的話 目前是考慮要歸還 而且目前看起來統計出來 大概至少數百件 包括瓷器 青銅器 跟化卷等等 當然這是個很大的善意 所以大陸很多網民很期待 阿姨在講八國聯軍 德國這樣做 其他七國看過來 是不是大家也應該要拿出良心來 把虧欠中國的還回去 我要先補充一下 那個普里格金 因為在受訪的時候 然後他嗆俄國國防部的一句話 因為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他講說這次戰爭 他罵俄國的國防部 窮人的兒子躺在棺材裡 從前線被送回 精英的孩子在陽光下閑混 雖然他批評的是俄羅斯 但這就是戰爭的現實 那你想想台灣也是如此 賴清德也好啦 誰誰誰也好 他們的兒子不是全部都是 精英的兒子在幹嘛 在美國閑混 那最後如果兩岸發生戰爭 像我們這種窮人的孩子 對吧 那怎麼樣 就是要上戰場 好 那不過像八國聯軍 對吧 那個也不能夠 用戰爭來形容 那完全就是八個國家 然後對中國所進行的掠奪 那麼這一次德國呢 他據統計 他們要花22萬的歐元 去調查說到底這些文物 過去是不是屬於叫做不乏所得 我是好奇他到底要怎麼定義呢 因為當然你說這麼多的文物當中 肯定是不乏所得比較多 對吧 合法取得 當年真的德國老 跑去跟清朝的老百姓購買 或者是去跟清朝的官員購買 這個有這種狀況嗎 就是比例比較少嘛 因為大部分也都是我們了解到 當時一些這個官員 可能拿到之後啊 然後自己私鄉的盜賣啦 或最典型的其實呢 就是敦煌莫高窟 那就是很典型的 那裡面的這個小道士 他甚至連官員都不是 但反正大批的文物呢 就直接就往外賣 所以他到底要如何來認定 這叫做所謂的不乏取得 或者是限定是在八國聯軍 那八國聯軍以外呢 對吧 你世界各國也不是只有 在八國聯軍的時候來侵略中國而已啊 其他的各式各樣的戰役 各種來分一杯羹的也都有 好 那當然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呢 只能說 民族的苦難啊 必定會隨著民族的復興 而有所振興 而重新取回正義 固然希望說這些事情 未來能夠有一個好的結論 也能夠呢 讓其他的國家 紛紛的來效法或跟進 但事實上 這確實不是當今中國大陸 最為優先以及最重要的事情 因為就外交的層次上 哪怕我們要談的東西很多 在跟德國談判的時候 絕對不會是說優先把這個文物還回來 這絕對不會是這個首選 可是我們只能期待 就是隨著中國大陸的國力 越來越強大的時候 那麼確實當民族有機會能夠復興 過往的恥辱 就能夠有機會被洗刷 所以這些文物 如果目前在各個地方 還能夠保存完善的話 那麼我們暫時可以先借存在那邊 未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再慢慢的討回來 不過要談到文物的話 我倒認為我們的故宮 也是一樣 如果民進黨沒有好好的珍惜 一下又要把它送到日本去做展覽 一下又要跑去給選舉來做展覽 或者在裡面要偷雞摸狗 不知道幹什麼東西 隨便一拿 還會破掉 還會摔破 還會遺失 那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不如就乾脆早點回到北京故宮 還能夠獲得比較好的完善保存跟照顧 這樣也算是比較能夠全樂 全體中華兒女的心願 所以每一次看到這些古蹟跟文物 就會想到以前國中課本讀的一門課 叫做久違了故人 對吧 久違了故人 對吧 謝謝